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禁书,例如《金瓶梅》,书中详细描述了《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与他二十多个女人的故事。 由于故事中含有大量善而不一的情节,因此被禁,可古人还是想方设法通过诸多渠道来获得这本读物。 不得不说西门庆身上所展现的是一种超越时代和道德束缚的放纵的性, 它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性文化,还有一本禁书叫做《空空幻》,书中的男子丑陋不堪却喜心厌旧, 他们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渣男更换女子的速度比自己换衣服都快, 不但先后和诸多女子发生关系,过后将她们纳入房中, 每天除了在床上共赴云语,没干其他正事, 后来女子也被男子带坏,将其他女子纷纷拉下水, 最后,母女、姐妹、闺蜜朋友之间也发生了难以言说的丑事, 竟是一番不堪的景象。 很显然,许多禁书之所以被禁, 是因为书中有许多情节都涉及到那些事的描写, 古代社会里叫森严,这些太过露骨的文化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今天我们也来讲一本禁书, 它没有上面所说的不雅情节, 但一经问世,就被历朝历代的皇帝积二连三禁掉, 这是为何? 话说,公元960年, 赵匡应在混乱的陈桥兵变中翻身浓奴把歌唱, 建立宋朝,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 而宋朝处于五代十国和元朝之间, 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 前后贡立经十八位帝王, 享国贡三百一十九年。 赵匡应荣誉归天后, 赵光义继承了哥哥的皇位, 史称宋太宗。 赵光义是一位立经图治的好皇帝, 他将科举禁食的录取名额扩大, 许多读书人因此享受到政治红利。 其中有一位叫做吕蒙正的禁食, 他荣获新科状元后, 马上成为宋太宗的新妇, 短短十一年后, 完成了由无名之辈荣生成一朝宰相的蜕变。 这个世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在此之前, 赵光义虽然创设了电视制度, 可他并没有扩充科举招募的人数, 甚至还多此一举在地方搞举荐, 又费时间又费公费, 导致结果不尽如人意。 可赵光义一登台, 三下五除二就把许多人才收入囊中, 为北宋后来的世代政治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 北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盛世光景。 由此可见, 赵光义是一位能力卓越, 实力非凡的皇帝, 渐渐地与之相关的传言接踵而来。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 据说唐朝有个人叫做李淳峰, 他写下了一本名为《推背图》的奇书, 这本书特别玄乎, 书中记载着对后世的预言。 推背图是李淳峰和另一位道士袁天刚一起写的, 书中共有六十幅图, 且这些图的下面都附有一首律诗以及称语, 被人视为唐朝过后会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至于推背图到底有没有预言准确, 这里先不做说明。 不过, 谣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没过多久, 许多没看过推背图的人也认为土中的预测是真实无误的。 还有传言说, 北宋会断诵在赵光义手中, 这实在是荒谬绝伦的事。 到处散播谣言的人可能连土都没见过, 就捏造事实, 将谣言传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 大宋要完朝这个谣言一传时是传百, 导致民间百姓们议论纷纷, 有些人甚至还未雨绸缪, 提前准备了躲避战乱的物资。 开封福尹看到形势严峻, 联盟将此事汇报给了赵光义, 可这种谣言本身就是历代帝王的大忌, 有哪个皇帝愿意听到, 王朝要断送到自己手上这种言论呢? 赵光义听完大为震怒, 随即昭告天下所有人, 推背图已经被官方列为禁书, 如果有人将此书藏于家中, 或是在外大肆宣扬此书的言论, 轻则被抄家, 重则压制蔡氏口当众斩首。 此外, 赵光义还表示要严惩那些正在造谣声势的民众, 很显然, 赵光义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谣言扼杀在强暴之中, 可奈何推背图并不是一个新闻式的书籍, 而是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读物, 它的普及度就和目前的四大名著一样, 有些感兴趣的人早已将此书倒背如流, 因此朝廷很难将此书查抄干净, 相关部门也很难执行此任务。 有一天, 一位大臣敬见, 说是查抄推背图的工作已经进展一段时间了, 但由于这本书在民间流传太久, 导致查抄的工作根本无法进展下去, 只能想起他办法了。 赵光义想了想, 突然灵机一动, 他想起了大雨至水的故事, 推背图就好比一场洪水, 既然用堵的办法不管用, 不妨采用疏通的方法将水止住, 比如可以再出版一套新的推背图, 将世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新书上。 很快, 新的推背图问世了, 里面的内容遭到了大幅度的删减, 还注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内容。 朝廷将新书重新印刷, 并投入到市场中去, 还号召老百姓自行购买, 同时宋太宗特地向老百姓们强调, 从前的推背图是其他人胡乱修改的盗版, 里面有许多内容都是不符合实时的, 只有刚印刷的推背图才是官方的正版。 朝廷印刷新书, 老百姓们当然要掏钱支持, 很快, 民间很多百姓都忍受一本推背图, 可当人们买回家时发现, 正版与盗版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且盗版也就是原版的内容很是枯燥无味, 没有阅读的价值。 渐渐的, 老百姓们就对研究推背图失去兴趣了。 在这次事件中, 赵光义用了欲擒故纵的想法, 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 让对宋朝不利的谣言全部烟消云散, 也让老百姓们不再关注和好奇这些虚假的谣言。 那么, 推背图中所讲述的内容真的全部都是假的吗? 关于推背图这本奇书, 虽然用一些隐喻来叙述, 但是当历史事件过后回头一看, 真的太准确了。 于是有些人说这是造假, 如果是历史事件过后再来描述, 那么就很好忽悠人了, 马和泡马做起来就比较顺手, 比较逼真了。 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根据唐朝到现在将近1400年计算, 大概经过了40个项, 这样大致估计每一个项平均可以主导30年的历史阶段, 当然有的长些有的短些不会那么机械化, 历史的事件有类似, 但是绝对不会百分百雷同, 同样的音律有高低音有长短波, 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事件好像分形几何一样, 看起来形形色色, 但是仔细探究, 换汤不换药, 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正说来这个造假高手必须每隔几十年重新造一个假, 重新刷新, 覆盖之前的情况, 那么这么庞大的作假规模, 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家族, 一个团队也是难以完成的, 有些人甚至说是历朝历代的政府行为, 如果是真的, 这是自唐宋以来, 所有的朝廷协作性最高的一项杰作, 就算是三不六省治自唐朝后都有改动, 那么和推背图作假系统可以媲美的就只有科举制度了, 这可能吗? 无论如何改朝换代, 众之城城, 诸口同心, 这和共计会的阴谋论有什么区别? 一千多年制造一个神话级别的预言, 只为了给李淳峰, 袁天刚的一部预言书籍原谎, 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种假设, 或者说这种解释太牵强, 自己都不相信, 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推背图中预言都是胡说八道, 就像香港曾道人, 白姐, 藏宝图一样, 反正就是忽悠, 胡乱说, 然后事后, 让大家重新去解释, 总会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这种比较的困难在哪里? 主要是社会整体事件, 历史的发展趋势, 比49个码的数理系统庞大的多, 不是一个级别的忽悠, 再说, 为了忽悠49个数的概率, 出来的图值解释不止49个版本, 而推背图和灯简洁的叙述版面, 一个图, 一个甘枝组合, 一个六亿挂, 一个宋言诗, 一个衬言诗, 这种忽悠要是蒙对了, 蒙出这样的概率新高度, 就算真正的忽悠, 也得服啊。